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一 那感恩节一过就是圣诞季了 所以感恩节的第二天 我已经看到邻居已经把圣诞灯饰都装饰一新了 我们也买回了我们的圣诞树 然后也把我们的圣诞灯饰挂起来 从此就宣告着这一年基本上要结束了 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月 真的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快 如果说要总结的话 这一年似乎是非常多事之秋 在我们2021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2022年是顺遂的一年 结果2022年开始不久 美国就入侵了乌克兰 然后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基本上都一落千丈 而且美国的通胀创了四十多年以来的新高 那前段时间巴西选举完结束之后 那巴西有数十万的民众涌上了街头 表示有选举气炸 那同时在最近又传出 军队跟总统博索纳罗站在一起了 而中国一再清零的情况下 在这个周末就爆发了 北京上海武汉成都 多地的民众的示威游行 上海的民众也喊出了说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这样的口号 民众已经受不了这样的清零了 那当然直接导火线是因为 乌鲁木齐的这个清零 导致火灾死人的死亡 但是你看到网上的众多视频都显示 民众其实受不了这样的清零政策的 那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干嘛呢 有事也没有饭吃 那不仅如此 我看有个地方也显示说 他们整个的社区被封锁了 社区里的人都在群里头集合 说到底谁家出了阳性 结果查来查去 没有一家出阳性 这个阳性的报告根本就是假的 不知道当地的政府或者社区 出于什么目的 做了这样的安排 那我们也看到有的人 不堪被封锁 跳楼自杀的 那有个女孩子 她身上只有20块钱 那当地每天核酸检查的话 要收钱了 现在有些地方是免费 但是有些地方已经不免费了 那个核酸检查25块 她身上只有20块钱 她说那我顶不住了 我要跳楼了 那群里的人还在劝她 结果她自己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就非常的惨烈 那不要说她只有20块钱 就是她只有一百块钱 或者几百块钱 够做几天的核酸 如果她被封锁在大楼里 没有饭吃的情况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这已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那昨天晚上开始 我看已经有视频显示 上海的警车冲向了人群 有的地方似乎警方也开枪了 我看到很多美国的政论人士 即使他不是华人的 不是中国人的 他也表示说 那这个可能是中国至60以来 最大的一个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而且毫无意外的 那政府可能会动用暴力 去镇压他们 不管怎么说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中国 巴西欧洲美国 全球的状况可以说是几十年来 糟的不能再糟的 所以说2022年是一个多思之秋 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那这个全球的动荡 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谁也不知道 那以现在美国的状况而言 虽然大家没提新冠了 但是又有一个什么呼吸道的感染疾病 开始大流行 医院已经住满了 美国政府又在说 我们可能要建议大家戴口罩 又来那一套了 那很多专家就表示说 呼吸性的疾病的话 引起很可能是由于这两年的一个封锁 这两年封锁的话 不跟人接触了 成人的免疫力下降 儿童的免疫力更是如此 所以这次在诊所里 有很多儿科诊所都已经爆满了 因为孩子他 你管他两年三年不接触人群的话 那他的免疫力怎么样去发展 所以自然会导致上呼吸道疾病的一个感染 所以你用这个封锁的政策 你扑灭了或者消灭了一部分的疫情 但是你扑灭不了所有的呼吸道的疾病 还有包括其他的疾病的一个传播 这难道不引起民众的思索吗 现在Dr. Fauci居然还在鼓励大家说 我们要打疫苗 我们要去打这个加强针 然后我们还要戴口罩 真的是刺可忍是无可忍 那Dr. Fauci他自己 在写给朋友的一封email里也说到 他说那这个戴口罩根本都没用 他写给朋友的email是这么说 但是他在电视上反复的说的 就是要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戴口罩的 严厉的封锁的政策 我觉得戴口罩是严厉封锁的一个象征吗 戴口罩相当于你封锁了你自己 对吧 有社区封锁或者是城市的封锁 就是封锁了整个社区和城市 这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因为疾病的大流行 他最后终止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 群体免疫 那当然这个群体免疫分两种 一种是就是打预防针的群体免疫 像天花呀麻疹 另外一种就是大家得了病 然后痊愈之后就会有抵抗力 那当然现在目前看来 打疫苗的方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因为华盛顿邮报在前两天已经有报道说 那现在因新冠死亡的人群中 绝大部分有52%的死亡的人 是已经打疫苗的 也就是说打不打疫苗 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也就是说那他已经破除了之前的迷思 政府最先说打疫苗可以预防新冠 拜登说现在的疫情就是没有接种者的疫情 随着突破案例的延伸 他们就变调了 所以虽然打疫苗不能防止你得新冠 但是可以减轻你的重症率或者入院率 或者减轻死亡 但现在打了疫苗的死亡率 还高过没有打疫苗的死亡率 虽然你说有30%没打疫苗 好像是占少数 那照CDC的说法的话呢 绝大多数因新冠死亡的人 应该是没打疫苗的人 那总得把那没打疫苗的30%死干净了 才轮到你们打过疫苗的人死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现在打过疫苗的人 因新冠死亡率 还超过没打疫苗的人呢 所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福吉医生也好 还是CDC也好 又在推广他们的疫苗 所以真的是不可以理喻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在美国最糟糕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选举的事 今天早上8点半的时候 那亚利桑纳的出问题最大的这个马线 就闭门偷偷地认证了他们的这个选票 之前我已经报道过说 亚利桑纳的这个总检察长办公室的 副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给到马线的选举官员说 责令他们在28号选举认证之前 必须要回答 关于自表机啊 关于打疫机为什么没没水了 还有和当天出现的所有相关的这些问题 按他们自己的说法 31%的选战中心的这个自表机都出现了状况 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制选民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按照共和党的律师的 筹访了52%的选战中心的这个数据统计的话 那至少有60%到70%的这个选战中心的自表机 是有问题的 出了状况的 他们一早上开门就出了状况 一直到下午3点4点才修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居然能够认证他们的选票 真的是非常的不可以理喻 所以在今天他们在认证之前 他们其实为什么说他们是偷偷摸摸认证呢 因为正常的办公时间是9点钟 但是他们今天8点半就闭门认证了 他不公开的 所以在他们门口就聚集了数百的亚历山浪人 要求他们取消认证 并且回答总体大长办公室的问题 那实际上他们在昨天晚上才做了一个回复 而且他们回答问题的态度就是漫不经心 完全漫不经心 就说确实是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证的 他对总体大长办公室的询问 根本就是说 一边呆着去 你该怎么量快怎么量快 我做我自己的事 我就是要认证 我出了这样的状况 我也要认证 他根本就无视了你的请求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如果亚历山浪总体大长的办公室 不给他们出船票 或者说共和党部上诉 去推翻他们的认证的话 那亚历山浪的选举的结果 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那当然凯利雷克也起诉了 马线的选举官员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 马线的选举官员中的其中一个人 斯蒂芬里奇 他不仅捐款给了极左的这个组织 他自己还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去专门对付这些共和党的 MAGA的成员 所以就是这么糟糕的 这么一个具有严重政治倾向的人 做选举官员 你能指望他们做什么 那在2020大选之后 亚历山浪的参议院 给马线选举委员会的人 发了船票 他们都拒之不理 那如果你不逮捕他 就相关的事宜 进行刑事调查的话 他们还是会自知不理的 你能把他怎么着 那现在他们不仅顾忌重施 我觉得还愈演愈烈了 那在2020年的时候 可没有发现这种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这个选举机器 在选举日出问题的状况 这个30%绝对是压制选民了 已经有很多选民投诉说 他们因为牌很长龙 他们已经走掉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投票 而17000张第三号箱子里的 这个没数的选票 混到了已经数的选票中 再也无法理清了 更糟糕的是 马线之前宣布说 在选举日有54万的选民 造访了该县的 一共223个选票中心 但是最后点完票之后 马线宣布说 选举日当天的票子 只有248,070个 相对于只有当天 到选票中心投票的人的一半 我不知道下一步 亚利桑拉是不是会认证 整个选举结果 现在有四个县 已经拒绝认证 他们的选举结果了 如果四个县 拒绝认证 他们的选举结果 而仅凭马线和 皮马线 皮马线也认证了 其他的县的认证的话 那究竟能不能 使他们能够选出一个 合法的州长 或者是其他的 民选官员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 对亚利桑拉州的宪法 和美国宪法的 一个严重的挑战 如果这样的事 都能够成立的话 我觉得共和党 已经没有什么 任何希望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枕头哥领导 在接受班农的采访的时候 他说那共和党 他们说他们在选举中 派了很多律师到地面 我们都捐了钱给他 因为他们已经打着说 要选举诚信的旗号 去选民纳拿了很多钱 但是他们丝毫没有用在 需要钱的这个 参众议员候选人的身上 而是用到了像 Lisa Markovsky 这样的犀牛派身上 不仅如此 而且他们是毫无作为 他们说他们 派了很多律师在前线 但是他们没有有效地 制止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要竞选 共和党RNC的主席 他今天说了这个话 他说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听到 任何反对的声音 大家都在支持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共和党的RNC 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能够正确地 保护共和党的 这个候选人也好 还是共和党的 民众也好的地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RNC的存在 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那当然公平来讲 RNC是做了他的努力的 但是他显然也有 他很严重的问题 那对于马线来讲 他在2020年 他都拒绝了 亚利桑拉参议院的船票 那总体要讲 布鲁诺维奇 虽然是共和党人 他这次竞选参议员 在初选中就被选下去了 他对这些马线的选举官员 没有做任何的调查 这就导致了 2022年的 更大的一个灾难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仅仅逮捕和刑事诉讼的话 亚利桑拉以后的选举 诚信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而我相信 经过亚利桑拉 马线的机器的 大规模出问题的状况 也真的会警醒 更多的美国人 留意 亚利桑拉 包括整个美国的选举的 一个状况 OK 这是今天的一个简短的播报 我们会继续的跟进 大小谷的状况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